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 今天上午在蒙特利公园市美丽华大酒店 举行中国两会研讨会 两岸关系学者相继的谈话重点 讨论了习近平有关港澳台问题的谈话 收看我们以下报道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主席周德昭表示 今天的记者会最主要是针对习近平在两会中 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 他表示该会的会员们都会分别说出自己的看法 并进行讨论 习近平主席讲得很好 不管是谁上台都要坚持这个九二共识 这个是一个底线 谁超出了这个底线 谁就破坏了两岸 这个关系到这个平衡发展 如果是坚持九二共识 那么两岸的希望 两岸和平发展的希望应该是很大的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该会的执行主席王中平 秘书长刘青 联盟成员王胜生等成员 王中平表示 今天他最主要讲的就是反分裂法 并要坚持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完整领土的这一原则 那么这一点对于绿的 台湾现在的形势 绿的要起来了 那么起来 他不承认一个中国 他要另搞一套 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要把中国分离出去 那么所以这个反分裂法的意义就在这里 因为台湾问题解决是两手 一个是和平方法 一个是非和平方法 非和平方法就是武力方法 所以这个这是反分裂法里面提到了 以反台独 促统一为主要使命 由30多个社团所组成的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于2002年8月在洛杉矶成立 美联盟成立以来 团结来自两岸三地的各界人士 积极发挥熟悉中美 联系两岸的独特优势 以支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动中国和平统一为己任 开展理论探索学术交流等活动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 马骏采访报道 小师 李宗盟成立